哈喽宝宝们,咱们又见面了,娱乐圈鱼龙混杂 明星之前的感情更是剪不断,厉害乱,闪婚闪离 离婚不报那都不算什么 去年迎来了圈内的离婚元年 赵丽颖,冯绍峰,大S,王小飞,王力宏,李静蕾等等 一众明星相继离婚 观众们也是见怪不怪了 不过像任嘉伦这种英年早婚 这么多年依旧专情的 属实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最近,有媒体拍到任嘉伦和妻子聂欢私下与朋友聚餐 两人看起来十分恩爱 在包出的照片中,任嘉伦与聂欢挨着坐 两个人都穿着白色的T恤 一看就是商量好的,这不就是妥妥的情侣装吗 这俩人在暗戳戳的撒糖 视频中的聂欢散着头发 中场的直发随意的散落在肩膀上 看着非常的温柔 小编捕捉到桌上的食物都是装在打包盒里的 看样子是在家里吃的饭 从外面买回来的食物 特殊时期这样的做法非常值得大家学习 从照片中虽然没办法看清两人的正脸 但就算是侧脸,两人也非常有夫妻相 相比之前聂欢拍戏时的状态 现在的聂欢脸上有了幸福肥 圆圆的脸颊比以前还好看了不少 估计大概这就是被老公宠爱的结果吧 聂欢之前也是一名演员 和任嘉伦也是拍戏的时候认识的 后来任嘉伦大伙之后 聂欢就甘愿做起她背后的女人 任嘉伦也没有让她失望 从来没有隐瞒过自己的感情 而且任嘉伦也非常照顾聂欢的感受 拍戏也从来不和女演员私下里有过多接触 甚至在各大活动上 任嘉伦还上演了多场 避险名唱面 任嘉伦和聂欢真的是早科书式的爱情 两人不管是出去逛街还是去超市 甚至回家都会握紧对方的手 之前那些传出两人婚变的消息 完全是无稽之谈 两人感情并没有出现问题 在各种节假日和结婚纪念日 没有进行高调修恩爱 只不过任嘉比较低调 不想被过度关注 只想平凡过日子而已 任嘉伦和聂欢也不是第一次被拍 上次夫妻俩被拍到同框 还是任嘉伦化身司机 带聂欢跟闺蜜去商场购物的画面 任嘉伦当天有工作 工作结束就陪老婆 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这样的好老公打着灯笼都难照吧 任嘉伦跟好友的聚会 也都会带上聂欢 比较有趣的就是 聂欢每次跟老公出去的时候 总是喜欢用手捧着自己的脸蛋 显得调皮又可爱 而任嘉伦则耐心地陪伴在身边 不管是成名前还是成名后 任嘉伦对妻子的态度始终如一 不会因为有了点名气 就有所改变 又帅又体贴 身为流量艺人也没有绯闻 任嘉伦真实及所有优点于一身 真的好羡慕欢姐 拥有这么好的老公 相比起确定那些故意树立单身人设 又隐满恋情的明星来说 任嘉伦真的太真实 不用恋情炒作 也不需要利用单身来哄骗粉丝 这才是偶像该有的样子 此外 任嘉伦还有很多疼爱妻子的细节 例如陪老婆打篮球 在网上爆出的视频当中 见识到她很认真 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在打篮球 她在一旁拍视频 可谓是至美感情 这段视频有被说是结婚之后拍摄的 也有被说是结婚前的视频 不管是什么阶段的视频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都跟之前一样好 而任嘉伦也是一个很喜欢打篮球的人 经常看到她在打篮球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她愿意花时间去陪伴这个女人打篮球 或者进行其他娱乐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念环遇到任嘉伦 这是一种注定的缘分 当任嘉伦处于低谷时期 更是对她进行精神和物质 两个方面的支持 如果说世间有美好爱情的模样 那任嘉伦和念环的爱情 可算是其中之一 在拍戏之余 张惠文曾问过任嘉伦 你每个月给妻子多少点花钱呢 而任嘉伦也非常搞笑回答道 我们家的家庭分工很明确 我只负责赚钱 并不负责花钱 从来都是老婆掌管家庭的财政大权 每个月给我拨零花钱 任嘉伦这样的回复真的非常高情商 可以说她确实是一个 宠妻无下限的好男人 这样的男人在娱乐圈确实不多见 所以任嘉伦的走红不无道理 回望任嘉伦20岁 开始进入娱乐圈谋求发展 直到28岁才真正被观众注意到 并相继拍摄了不少热播剧 火速穿红成为一线小生 尽管作为当红偶像 任嘉伦曾经一意孤行 选择结婚生子 导致最大的粉丝战宣布永久脱粉 还因为拒绝炒作而遭到公司血藏 粉丝们都对这个女孩十分好奇 她到底有多优秀 才让任嘉伦不惜伤害自己的事业 也要给她一个身份 任嘉伦与聂欢相识于2012年 随后两人还在一起合作了电视剧 通天敌人节 这是聂欢唯一的一部影视作品 也是任嘉伦从国外回来之后 接拍的首部作品 她在这部古装断案剧中 饰演的是男主敌人节 而聂欢饰演的角色叫冷月 是个连详细介绍都不配拥有的小角色 当时的任嘉伦 也是刚刚进入娱乐圈的一个小透明 所以他们算是相始于微时 关于两个人具体的恋爱细节 已经无从考证了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那之后他们就在一起谈恋爱了 而聂欢再没有拍过任何作品 聂欢为了全力支持丈夫任嘉伦的事业 连自己本身就是演员这样的身份都忘了 为了两个人的小家庭 她愿意牺牲自己成就任嘉伦 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吧 在任嘉伦外出拍戏的期间 聂欢一个人把整个家料理的很好 把他们共同的孩子都照顾的很好 唯有这样任嘉伦才能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演戏上 因为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 也因为聂欢无微不至的照顾 使得任嘉伦才有了如今的这样的成绩 还有一次采访 国超哥说 有一段日子没有退路 没有希望 没有钱 只能拼命努力 有时候做一道菜吃两三顿 做一锅面吃两三天 说到这里使他哽咽了 那种情况大约持续了一年半 这个时候都是聂欢陪在他身边 一个男人有心有肺的话 怎么能在有点小成就时就忘记他呢 而任嘉伦选择在事业上升期公开恋情 一方面是要给年婚安全感 另一方面和他的家庭和性格有关联 任嘉伦父亲是武术教练 父母都自律坚强 在两人的言传身教之下 任嘉伦成长为了一个 敢于承担责任的顶天立地的男人 他用笑对待父母 用钟对待妻子 他应该知道 娱乐圈的路并非那么好走的 他最初的梦想是当一名唱跳歌手 他最先爱上的是音乐 还有练习生经历 21岁辞职 为音乐梦想闯荡 25岁开始接触演戏 现在的人嘉伦30岁了 从来都是用自己坚强的信念 支撑着前行 了解他的经历后 可能就会明白 他为什么要公开女友了 因为他尊重每一个当下的想法 他公开孽欢 损害了事业的同时 孽欢也一直在付出 就是孽欢的存在 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 他才要给她一个身份 不让她受任何委屈 如今任嘉伦火了 经历的多了 合作了那么多漂亮优秀的女演员 聂欢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还和当初一样 不过 自从他凭借几部作品 有了人气之后 妻子聂欢就一直被人黑 说他因为怕任嘉伦出轨女演员 任嘉伦拍戏 他天天跟剧组 还说因为任嘉伦和女演员拍亲密戏 他大闹剧组和任嘉伦的公司 不知道那些粉丝是不是太过于疯狂了 他们觉得所有人都配不上任嘉伦 所以聂欢就蒙受不白之冤 承担了非常非常多的批评 但是聂欢也没有这样继续沉默下去 他在相关平台上 直接晒出了一张律师声明的图片 对于那些诋毁他的人 他一点都没有客气 而有一些粉丝关注起了任嘉伦的回应 事实上 任嘉伦一点都没有给出回应 这个情况有一点意料之外 但似乎又在情理之中 毕竟任嘉伦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他的能量是巨大的 此时他的沉默就是对于妻子的一种支持 况且他也没有出来阻止 所以很多的时候 粉丝喜欢明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上升到攻击这一个层面 就有些不太好了 关于聂欢和任嘉伦的结合 一开始大家其实是看好的 不知道为什么到后来 随着任嘉伦事业越来越好 两人的婚姻就被说出了问题 还有说任嘉伦当初娶聂欢 是因为女方家境仪食 还有的说 聂欢是任嘉伦所在的经纪公司 欢瑞老总的妹妹 因为这层关系 任嘉伦才进入欢瑞 也因为这层关系 任嘉伦才火 更因为这层关系 任嘉伦才取聂欢 但以上网上说的那些 其实都是猜测 并没有事实的证据证实 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 人红是非多惹的祸 如果不是任嘉伦太火了 聂欢也不可能被推到 风口浪尖 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 其实仔细想想 人人都羡慕聂欢 其实最幸福的应该是他的粉丝 粉丝可以感受他作品 带给你的享受 可以感受他综艺活动 带给你的快乐 可以感受采访时 他的机智 他的幽默 他的沉稳 他的踏实 以及他对粉丝的爱 可以为他的才华倾倒 可以为他的人品点赞 可以为他的魅力如痴如醉 这就是偶像带给自己的力量 然后一头扎进自己的生活 各自有各自的生活轨道 奔向自己的幸福 捏欢不行 他的丈夫是任嘉伦 他在享受光环的同时 也要背负随之而来的很多东西 他们之间要同进退 共同抵抗外来的流言肥语 当初宣布恋情 嫉妒使一些女友粉 面目全非 纷纷脱粉 回彩 各种捏造 各种谩骂 各种阴谋论 逼得念欢不得不关闭微博 一个女人在月子期间 不得不打官司 回击谣言 这个世界太疯狂 小编很心疼他 自问如果你们是他 可能都承受不了 这种巨大压力 所以不是所有人 都当得起念欢 他是坚强的 心里也是强大的 不明白一些人 到底是怎么了 没有念欢 你就能上位 如果爱你的偶像 他找到了真爱 不应该祝福吗 他过的幸福 不就是你的幸福吗 在他默默无闻的时候 是他陪着他 那时候你在哪 他们之间有一种 叫经历的东西 你有吗 如果失望了 不爱了 默默走开就是 为什么得不到 就想毁掉他 很庆幸 他们挺过来了 从这点看 念欢完全配得起任嘉伦 祝福任嘉伦和念欢感情 永远幸福甜蜜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 一起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内容的 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哦